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对家庭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做一些调解 其实也很有帮助 因为家庭抖分方面也有很多很多 每一个家庭有很多成员 也有很多一些日常的拗叫 譬如说小孩的时候 简简单单说两个姐妹 争玩一个公仔 两不相让 也有抖分 严重一点的 大过一点的 譬如说姐姐和弟弟 因为要分配父母的遗产 又产生了抖分 这些都是由家庭方面产生出来的 是 怎样可以去化解呢 一般来说 我们也建议家庭成员之间 日常之间多些沟通 是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近况是怎样 大家的性格 脾气是怎样 一旦发生了这些什么事 大家坐下 有伤有良 可以尽快去解决那些问题 如果不是 那些误会就会随着这些时间 一场的时候 误会就会越来越加深 即是越来越积聚 其实很可能感情 一早在小孩争玩具 已经开始发生 没错 继续上来 再加上如果将来 是有一些利益 这样的时候 就开始有个纷争 没错 正正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 例如刚才说的 严重性的两个子弟 因为遗产方面有糾纷 他们应该尽快去找 一个中立的第三者 和他们来 大家去沟通 协助他们来 找到解决的方案 是 那其实是 譬如说 真的有糾纷 是一开始去找 调解完先 还是说 例如有些 譚遗产那些 已经是放上去 数证 已经是透过律师 去作出一个数证 然后才去到你那里 但是应该的步骤是怎样 你觉得是更好些呢 就是连那些少少 请律师费都可以省下 那当然 我们鼓励 我们鼓励那些当事人 在诉讼之前 试下做调解 那调解 都不一定是说 找一些专业的调解员 可以找一下大家的长辈 帮忙 去解释一下 分析一下 那个情况是怎样 是 如果觉得有尴尬的 不方便的 可以找一些专业的调解员 协助他们去 大家沟通 是 如果是说 有一些 我知道 现在有些朋友 他们已经是 循了法律的途径 现在反而 反而 法庭方面 叫他们尝试了调解 是否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是 是 原来 就是在2010年 1月1日开始 司法部 司法机构 鼓励 诉讼双方当事人 希望尽量尝试用调解方式 去解决问题 是 因此 现在的诉讼方面 那些律师 都会 给出意见 是 建议他们去尝试做这个调解 是 就算在法律的程序 其间 都有很多过堂的情况 是 法庭方面 都会建议 是 是 双方当事人 尝试去做调解 是 如果说 我不愿意做 我不做 我愿意告他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都会 都会有 由于调解 是要双方自愿参与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 法庭 或者其他人士 强迫都不可以 不可以强迫 是 要自愿 但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经过调解 去化解糾纷的话 而你不去做的话 可能会导致到法庭方面 日后会考虑 攀布重费的时候 会特别装作这些东西 是 譬如说你是赢那方 一般来说 都会获得重费的攀领 但是法官可能会考虑到 当初你为什么不去做调解呢 另一方邀请你去调解 你又不去调解 可能有机会去解决问题 但你又不能解释 可能法庭方面 会就着这个原因 去攀布一些不利的重费给你 不过沙明 我又这么想想 如果是调解 那是否等于庭外和解一样呢 即是变成了我便不要了 那便是庭外和解 不继续诉讼 那又不是一样呢 调解方面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能够将双方的分歧化解了它 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不需要法庭判决 哪个赢哪个输 因此它定了那个和解协议 可以仍然都有机会 令双方的关系仍然可以保持 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调解方面 和法庭攀布哪个赢哪个输的命令 基本上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已经和解了或者解决了问题 但两者便有这样的分别 可以保持到这个关系 那是否我的理解呢 就是调解其实就没有说 你赢我输 没错 其实就是找一个方法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那就是和 和 和起生长 是否这样的意思 没错 但你会不会遇到有一些人 他真是很坚持不肯去和解的 一定要分出输赢 就是如果对这些人 会不会凭你们的专业 会不会令到他改变 难不难 令到他们可以接受去调解呢 香港有很多人的思想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说这个诉讼 都不是我引起的 是他的理规 不是我引起是他错的 我要拿回公道 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 不过诉讼方面 在现实来说 就是如果你是打官司 请律师的 你一直可以这样说 烧银子 是吧 那我们的调解方面 希望能够以和为贵 win win 相赢 我们鼓励他们透过调解 和解方面 达致将警察事情化解 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你的结果就是想解决问题 是 好了 OK 譬如说 我又抵护了 我又劝服了对方去找调解员 那去哪里找呢 我发觉 看报纸没有你们的广告 哎呀 去哪里找呢 如果又是透过律师 那又是要先找律师 然后才到你们的广告 那怎么找你们呢 怎么办呢 是事实的 因为以往就是调解员 多数出身都是大律师 和律师 他们以副业的形式 提供调解服务 那些律师就会协助 那些双方当事人去找调解员的时候 多数都是找回这个行业的调解员 是 那随着现在的司法改革制度 鼓励双方当事人去做调解 其实各行各业的那些专业人士 都现在都开始去考取 这个认可调解员的资格 那这些专业人士 他们多数都是用一个副业的形式 去做调解员 那他们多数都是 和一些调解服务公司挂勾的 那这些调解服务公司 就会有很多调解员的资料 那可以协助得到 那些客人去找一些适合的调解员 那又有些资料 那这些调解服务公司方面 不好意思在这里有 我说卖一下自己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就正正提供这个服务 那因为我们方面 就是成立了没多久的 那我们现在都会向社会各阶层 去提供一个宣传的 那我们的宣传的模式 就是用一些讲座的形式去宣传 那我们会去社区那里 去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区议会 区议员安排一些讲座 那我们向社会大众去推广 介绍什么叫做调解 那当然除了我们公司 有提供这个讲解或者是讲座 那可能坊间 都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机构 都是会随着这个方向去 去介绍调解的 那事实上 就是政府方面 亦是都成立了一个 调解资讯中心 那它又在这个 金钟的高等法院大楼那里 那里成立了 在那个有一个部门 那些有需要的人士 亦可以去那里 找适合的调解员帮忙 那是否即是说 你们会将你们的资料 就是调解员大家的资料 是摆上去那个资料库那里 那我们一般市民 可以在那里找到呢 那我们公司有本身自己的网址 那我们也会将我们所有的 调解员的资料 甚至是摆上去的 那我们都掛上去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一般市民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可以搜索到你们的公司 是吧 譬如我认识Simon 你我当然知道 那譬如一般市民 他不知道是公司的名字 或者是网站 那我们就不懂得找到 现在最头痛就是这件事 我们都尽力去向社会大众方面 去宣传什么叫调解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都利用一些 港座邀请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去参加 但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可以卖广告呢 譬如说 是否觉得影响你们的专业形象 还是说你们是有规定 规定了不可以买广告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广告方面 其实现在 我们都想做一个广告的形式去推广 不过我认为 那个费用方面都比较高 所以都是需要政府方面 帮忙去宣传什么叫调解先 令到社会大众认识了调解先 认识了调解之后 自然就会认识它 知道需要调解这个服务了 那就去找一些公司或者机构 去提供协助 在下一个阶段 就会找一些公司方面帮忙了 那我们希望政府方面 能够多些去宣传调解的好处 令到社会大众对于调解服务方面 是有了认识和要求之后 那么 漸漸社会大众会接受到的 是的 其实我也觉得 政府在这方面 既然法庭或者法律界那方面 都事先希望 进行了调解才再法律数据 在这方面 我觉得应该给更多些资料 公开性的资料 是给到我们的市民 普罗大众容易去找到 这样才可以双得益彰 不用浪费了你们 你们这么好 可以做和事佬 好了 今天很多谢Simon你 多谢你 多谢你 好 大家各位 我爱我的家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